九一八強震造成了花蓮南部受損嚴重 也其中玉里鎮的松浦里福音社區 有不少住家的房屋傾倒軍裂 但事有軍民上媒體投訴說 到現在都沒有相關的單位來幫忙處理 這裡是花蓮玉里鎮的松浦里福音社區 九一八強震後 有二十四戶人家房屋受損嚴重 牆壁軍裂地板隆起 大家住得膽戰心驚 居民抱怨上個月二十八號 內政部次長才來松浦勘災 卻沒有來此探視 由於進出社區的道路和部分房屋 還在持續坍塌 村民只好自己請怪手來打樁 暫緩土壤流失 但部落大部分的家庭屬於經濟弱勢 無法支援工程費用 痛心村里長不積極幫忙 我只希望大家要有一個同理心 我們每一個都有做提報 這個災情不是只有我們松浦里而已 卓西 玉里 副里都有 所以說我們要耐心等 玉里政公所表示 災後松浦里已被列為重災區 公所第一時間都有前往視察 並對九戶張貼紅丹 四戶黃丹 一般普查也有三十六戶 目前慈濟與台積電都在災區 積極幫忙重建與修復 公所強調 縣府已將二零一七年零二零六大地震捐款 納入零九一八地震補助 所以災戶如果要自行修繕 可將房屋受損前修繕中完工後的相片與工程費用 減付給公所就能依照相關規定合法補助 請請問加凱 關聯報導 請問加凱 關聯報導 請問加凱 標題